大家好 欢迎回到芒向编辑部的 小星芒新闻 法庭芒新闻的节目时段 今次是两者合一 今次有我许珊 另外是我们的新西兰 易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还有大家觉得有什么意见 即管一起分享 一起留言 说一下这个19岁的男救生员 究竟他是个什么人 其实我看到一些网友 很多都PM了我这一宗新闻 还跟我说这个男生一定是心理变态 很明显是 明显是 绝对 除非不是 除非是地球磁场 即是转移了 调转了 所以人们相反了 即是 常常有句话 有没有搞错啊 你阿婆也不放过 原来真的有的 神经病啊 有没有搞错啊 阿哥 阿婆你都这样欺负人 你真是不要害羞啊 是不是香港的教育制度有问题呢 我常常有这个疑问啊 哈哈哈 不知道他们受了什么思想的冲击 当然出现这些心理病的话 有很多个原因 可能真的要找他坐下 起码聊半天或以上 才能摸到少少眉目 其实这件事 就是这个19岁的男子 还有这个 受害人 即是80多岁的 这个阿婆 如果你们两者的过节 或者什么事发经过 两个控辨双方 搞定他 就为之 非常好 但是 现在对于 这个被告人 他本来被拘捕的时候 就认说 喝大了 和推了阿婆几下 但是 变方现在就说了 还说 当日警员拘捕他的时候 就曾经说 如果你不认 对阿婆无手无脚的话 就做他 做他 老粒 和老包 什么 接着这个男子 就再问阿上 如果王老粒 和老包 要判罚多久 有警员就跟他说 4年左右 但是 如果对阿婆这些 无手无脚 最多都是罚钱 所以 这个被告 19岁的 男救生员 为了避免 诬告的严重罪行 所以才这样认 说到好像 有警员 威吓他 现在做你 他意思是 我现在做你世界 现在说你 老粒 大了很多 这个 谁才认 立即这样 当然 警员就不同意他的说法 还说是有 如实记录了 被告 19岁的年轻的说法 还叫他 签名确认 如果你把这件事 牵涉到警员 兇你 我就觉得 相当过分 如果他自己 有没有做过这件事 你可以在法庭 为这件事辩护 但是 你将 为什么 本来 承认 又不承认 又说 警员 兇你 威吓你 我觉得 有点 而夸张 有点 而那 不如这样 我们说一说 这位80岁的 阿婆 在庭上 究竟是怎么演绎 怎样去说 好 那我们说回这件事的背景 然后才到阿婆 我们模仪 屏风后的阿婆 被告人 梁家俊 19岁 救生员 被控 在2021年8月12日 在马安山西沙路 行人天桥上 对于这位年过80的阿婆 无手无脚 相当过分 刚才看到 地点 发生在马安山 但是 这个19岁救生员 他明明居住在西贡 我也很想知道 如果你说你喝大了 究竟是 边走边队 还是喝酒 喝到啪啪呼 还是这样 都很离奇 他说 案发多人 曾经 乘搭 往返尖沙嘴 和马安山的 N287通宵巴士 来回两个地方 大家都知道 通宵巴士的班次 比较疏落 很明显 他故意乘搭马安山 其实 半夜三更 马安山有什么 好搞呢 没有事吧 半夜三更有什么 了无人烟 对不对 这个 真奇怪 天桥出现的 了无人意 变成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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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变成狼 柴露出现了 出现了 但争议这个疑犯的身份 为什么这人当时有黑衣服、黑衣服、帽子、口罩 所以凭身材推断大约30岁到40岁 我们再谈一谈 婆婆在屏风之后作工 她说我是住在案发地点附近,那天凌晨3、4点 平时我去到帝琴湾外面的天桥做运动 走着走着时,有个男子在身后经过 起初我没有理会她,这个男子继续向前走 我看到她一直走着吃烟,那我继续做运动 谁知十分钟后,这个男子突然走回头 然后拿着左手掩着婆婆的嘴 然后右手隔着衣服抖抖我 然后再把她的手移低一点 然后两三下,整个过程一分钟 我大叫救命啊 她可能怕惊动了 其他人 一跑就跑了 沿着西贡方向就跑了 然后婆婆也说了什么黑衣服 婆婆说 哎呀,那条天桥啊 当然没有人在,没有其他人啊 不过有一些街灯啦 那之后啊,我怕得震震共啊 然后呢 没多久啊,我就回家了 震了,震了可能抚着篮杆 看到她80岁了 那什么事啊 有个人这样也有的 是啦 8岁这么大年纪都 这位婆婆相信也挺身上力健的 晨晨这么早 三四点就起床晨晨了 会不会睡不着呢 还是什么呢 老人家睡得少了 多运动是好的 也有可能 多运动是好事的 希望不要让婆婆不够胆 再晨晨晨晨 不要这样 因为婆婆睡不着 不去做晨晨晨 又不知道做什么好啊 要不就听汪去哪一步 听不懂 都可以 什么时候听都可以 凌晨晨晨晨已经有真BC的几节了 可以慢慢听听 没多久就回家了 等心情平复一点之后 再由孙子跟她报警 我想孙子听到一定是很难以自信 当然难以自信 什么事啊 其实连我也难以自信 做些这样的事 到底什么事啊 究竟 你说呢 会不会有婆婆收到金器呢 那些婆婆的衣服 不知道怎么揭起之后 里面有件 不知道什么衣服 又是个袋子 如果要抢劫婆婆 都挺难的 我也不懂得说什么衣服 那些婆婆的衣服很有趣的 里面有另一件 很多袋 是底衣服 底衣服 反而又是个袋子 他又拿得很快 你又拿不到 即是跟警察的枪袋 有得亏 因为警察的枪袋 那个扣子 改过来的 你只这样拍 你不知道怎样 有些特别的手法才能拿到 好了 辩方当然要帮他打你的官司 看看怎样打他 辩方就问婆婆 阿婆 你怎样判断最初在天桥 经过这个男人 和十分钟之后 对你动手的是同一个人 阿婆怎么说呢 哎呀 那个人走过之后 在他做运动的时候 不时偷偷望我 我肯肯定他会离开天桥 当时周围都没有人 我叫救命 喊破口浪都没有人来我 真可憐 没人走过天桥 是他 因为阿婆在屏风 我们看不到他没有手指指 警员陈sir 就在案发的天桥 接连着地琴湾这两个屋院 调查这件案 也帮忙翻查弊路电视的片段 真的 发现到 当天凌晨三点的时候 有个客衣 客服 鸭嘴帽 再戴口罩的男人 看身形都知道了 沿着楼梯 走上 这个案发的天桥 大概在五分钟之后 又经过同一个楼梯 急步 离开向西贡方向 应该似乎就是阿婆 形容的这条天桥 除非阿婆看到鬼 第一个 不是 然后 从后偷襲 这条天桥 就是 你说第一个 这么鬼吗 没有搞错 还说 期间 亦没有其他人上落 即使这条人 这条天桥 暴了很久了 大概二十分钟之后 这个黑衣男 在 西沙路 再出现 当时 已经脱下了帽 亦没有戴口罩 他以为 没有闭路电视 以为自己当时 他找个静悄悄的位置 拔了这两样东西 即帽子和口罩 拿回真身出现 以为没事 大哥 帮助你换衣服吧 是否弱智 他就是弱智 我相信也是 毅能 半夜三更穿黑衣服 出街 就要这样 扮演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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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弱智 你是弱智 很呈料 他不知道是否真的是弱智 但是 从他这样的 鬼边 还有 对于 说 为什么会 初头又承认呢 当然 不知道是不是 是否大藏教他 还是怎么样 就是 自己 想到这个 拙世事坑 巧 就将这个 问题 最重要是要推翻後供 最後拍到他鑽進一條村的小路 如是者即使你的路線已經全都出來了 你的路線全都出來了 你整個行徑 你乘搭車或怎樣 全部都出來了 他唯有把矛頭放在警方 這個人相當可惡 後來警員找到這個人 埋伏他 截停他 截停他後就問他這件事 當然他有沒有反抗 有沒有拿甚麼出來 和阿Sir激戰 當晚因為喝了酒 坐車到馬鞍山中心 再想回家 但阿Sir不理會那麼多 即時要拘捕他 好了 他就問他為何要拘捕我 當然他在警戒下說了 當晚一時飲大了退了阿婆幾下 華芝麻 現在即時想說 華芝麻 不是那些來的 不是無手無腳那些 只不過我拘捕他幾下 其實他突然為何要拘捕我 你為何要拘捕我阿婆 你喝大了你 不如你躲在那邊吐吧 不過阿陳Sir也有做紀錄 亦叫他確認後簽名作殺 亦有向他覆讀紀錄 其後就由刑事調查隊接受這件案來處理 好了 辯方質疑被告在警員的威逼利友下才招認 有點像較早前的蛋蛋醫生 說到這樣 我又不想留在那裏 所以我才簽 是這樣的 然後就離開了 說到 沒有 最後會不會像蛋蛋醫生的結局 我們拭目以待 似乎這個19歲的男 就不及蛋蛋醫生的招數 那麼高招 可能始終不及 稱讚我 很遠那一隻 是的 還有 很遠 很遠 即是那個已經夠瘋了 你還瘋了 阿婆你也不是勁勞 是的 這樣也夠瘋了 這是甚麼人 是啊 弄掉了阿婆褲假牙還是怎樣 應該是阿婆咬他 弄傷人 連我假牙也扯掉了 是不是用那些 好像有些膠 就黏著它 讓它好像黏得好一點 假牙這件事 這個不懂 這個真的不知道 還沒帶過 是的 最慘就是 因為看到那些廣告 這些廣告挺有趣的 因為他就說到 開球的時候已經提到 有甚麼腦爆 腦粒那些還是怎樣 他說擔心不合作 即是不跟阿Sir合作的話 就會遭到 阿Sir的無告 所以他說 可能我喝大了 做了甚麼都不清楚了 喝大了就可以當沒事發生 不行 現在阿婆告訴你 你做了這麼可怕的事情 你要負責 你為自己行為負責 阿哥你十九歲了 還有我們經常都說一句話 喝大了 我們通常會叫別人試做一件事 走直線你看看 你不僅是走直線 你走天橋也能走到 是嗎 不是 還可以拿煙出來點 是嗎 不是 最極的有個泡 是的 微微敷出煙圈 這個也可以 我覺得你做了太多事了 你可以上巴士 有付錢 有付錢 是的 喝醉的可能 連付錢都忘記了 這是甚麼 付錢 喝屍子 五千萬 是不是 這樣子 就是在巴士上 就是在巴士上 喝吧 喝吧 你在巴士有些瘋子 我就可能相信你 你又懂得上巴士又懂得下巴士 但是沿途又不讓你拿著 又不覺得你拿著東西在那裡喝 就是說一路上天橋 你不是在煙 在那裡喝啤 或者威士忌 拿著一瓶 但可能是普利 裡面是茶 那些酒 拿著一瓶 原來裡面全部都是茶 是茶 是一瓶 喝大了 即是結婚的就是這樣 結婚的是不是經常泡 敬酒的時候 敬酒 被告問起行蹤的時候 那個人一片空白 一片空白 逐忽 說回當日的去響 然後還說 回到家 原來我睡了 然後很遲才醒來 那些什麼 總之這傢伙說得很誇張 現在針對警方 例如會否有寫賽日期 其實這傢伙說句 又不是這麼大件事 然後又說什麼 什麼老爆老粒 就這樣那樣 這就是一件事 我們用後再看看這宗案究竟是怎樣 我們撇除口供的問題 你看到我們純粹是看回 他在天橋之前之後的問題是怎樣 還有如果你喝到這麼醉 醉到自己做過什麼都不知道 我覺得你走樓梯一定會滾街 如果是醉的話 沒有滾街 沒有滾街 還可以走來走去 還懂得拔上帽子 又脫口罩那些 是不是 那就就是了 有沒有呢 所以你說 他拿這個理由來 為自己開脫 實在太嚴強了 應該自己再想過 另一個理由吧 如果有誰喝大了 或者喝到這麼醉的話 不妨可以說一下 就是你喝大了 大到一個點 你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但是你又能夠坐巴士 行天橋 吃煙 除口罩除帽 還有回到家 應該回不到家 應該可能在哪條路的草叢 他已經躺下了 是啊 是不是 我們經常在印象中看到曾志偉那些 是喝到被人抬走的 看到嗎 很多時候你們在網上看 找曾志偉醉酒那些 他是抬出去的 被人抬豬仔 一個人抬著兩隻腳 一個人抬著兩隻手 或者分三四個人抬 杜汶澤那時候也試過的 吃飯喝酒喝到整個瘋了 有人抬走他 他沒有啊 戰鬥門的 沒有啊 沒有啊 沒事的 根本就是這個理由太牽強 其實是解釋不了的 乖乖地承認了他算數 不要浪費人時間 好心他 還想鬥嗎 鬥不了 現在全香港都知道你這個人 竟然向阿婆非禮 是呀 以後也會被人記住 這裡會非禮阿婆的人 沒錯 阿婆的政治牌坊 就這樣被打死了 是呀 好 我們還回阿婆的清白 好 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